各位 這個廣池的開發案 你稍微高一點 稍微站起來一下 市長 我是認為 柯市長是一個所信用的市長 只是我們一個柔性的訴求 為什麼柯市長是一個 所信用的市長 在里長座談的時候 我跟柯市長說 選前 我是無黨無派 我就陪著柯市長走廣池 那時候的集合的地點 柯市長跟張馬來臉來的時候 那個就是廣池公典 我們首先要肯定柯市長 是個所信用 第一個到零里來公開說明慧 可是在肯定柯市長之餘 我們也代表大 因為廣池福德品載 就是在我們大人里 那也請柯市長來聽聽 我們最基本柔性的聲音 我們的意思是說 黃大舟市長 前市長在蓋大安森林公園 那這個都化局長 我們也要肯定 給他支持 這個規劃這麼有效力 可是 是不是可以保留廣池公園 否則柯市長就變成 在拆除 廢掉廣池公園 這是我們地方上基本的聲音 你們說好不好 好 我們就是支持柯市長 所以我們不想讓柯市長 背著這個 這個廣池這麼大的開發案 最後背著一個名稱 就是人家的公園 是都市裡面的廢 可是柯市長 你要來廢掉廣池公園 不化局長 他對我們大人也很友善 也接見我們 我們要謝謝他們 可是你們說歷代 歷代不是永久性的公園 你們說歷代跟五千坪的平方公尺 大於公園 那我們我們在福德地區 大概你住了四五十年 你們來了二三兩三年 三四年的開發 就不要保住我們四五十年的 地方的聲音否定掉 我們要說柯市長 你也處心激勵 要讓台北的市民生活變更好 我們特別柔性的要求 希望你保留完整的廣池公園 歷代更多業多也好 是不是 我們不忍心讓柯市長背著 廢除廢掉管子工園 另外我們希望地方的開發 是越來越好 台北市政府的責任 是讓地方的生活秉持越好 你這個供應宅你的負數 雖然減少了 可是帶來的大概七八千人 這叫做去吃瓜廟公 剛才四五十年的人 四千五百人 你要引進一千人 所以我希望你 公平出來的負數 跟人工的總數 謝謝路華局長 也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市長團隊真的很厲害 9月30號 現在不到兩個月 他就把所有的 由來開始 開工 公平會 我感謝市長的 他的 團隊的努力 效力都非常好 我有建議 有三點 廣時開發案的話 現在 他把規劃埠已經做出來這麼高的話 我想 周邊可能有這麼高 有這麼高的大樓可以做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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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一個騙擊的 被受騙的感覺 除非你把周邊的受 把它的容積力 把它提高 如果有把它提高的話 有保證的話 那當然可以蓋這麼高 應該是會騙擊 你現在沒有的話 他也蓋這麼高 我們周邊這麼矮的方式 看了一個 好像一個龐大的物體在那邊 對不對啊 對 再來 他蓋得這麼高的話 你交通的 交通四周的交通打鐵 尤其大道路 扶手街 中破南路 那個 炮車燈 有 五個交叉路口 你每天 請問市長 每天 我每天早上在那邊看 都交通打鐵 那你現在沒有解鐵的話 你蓋這麼高 這麼高的城口 就這麼多的話 你要怎麼來解鐵 一定會是打鐵的 請市長 你要 局長你要不要聽到 我上次有講過 你現在還是一樣沒有改 所以就請 局長你要知道 福德街 中破南路 大道路 這個 公園這一關 五個 五個交叉路口 那或是一定是打鐵的 好 每天的上下班 或是平時的話 他公園一過兩輛 他就塞到大道路口 一定沒買路過的 所以說 你要蓋這麼多的話 一定 這樣一定會 會失散的 我請 請 我們 中破年有沒有知道 這個 這個交通的 浩子的問題 有 是啊 所以一定 沒有姐姐的話 你不能蓋這麼多 再來 我們尊重 我們這個 非常尊重 中紀 福建 及 照護中心 醫療所 我們是相當的關心 他的醫療所 也是要 讓他們有 相當的安靜 或安寧的地方 讓他在 他的 年紀 或長者 我 認為我上次 我有講過 應該設置於比較 安靜的地方 不是 設在大道路 交通口 大道路 跟福島街口的 那個區塊 因為會影響他的交通 或是 交通 還有那個 噪音的問題 他老人家的話 一定要設在中心 設在比較 比較沒有交通 不會繁雜的地方 就是 我建議是 設在那個 新闢道路的 中間 北側 這樣大家都不會有 有受到影響 我建議是這樣子 請大家 我們這 不能說設在我們 大道路這邊 對大道路這邊 相當的 不公平的現象 是不是啊 謝謝 好 請 我上次有講過 還沒有都 還沒有給我改 所以說 全部把這個 品質不好的地方 設在大道路這邊 這是錯誤 應該設在中間 三方面都可以 可以理解的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可以跟你講 那我上五位 你是不是可以去 排站長 排站長 謝謝 那 那個 不得平站的問題 我來